作为加州最大的电气公司,PGNE向加州北部和中部的大约1600万户居民提供电力和天然气服务。 首先,在破产程序期间,居民的电气供应不会受影响,不过法官会要求其控制开支,因此可能会导致裁员。 另外,大家都关心的电费是不是会涨价,目前尚不清楚,要看法官判决,但法庭审理可能需要数年时间。 如果法院允许削减PGNE债务,那涨价的可能将变小,如果PGNE被罚款或不得不借钱,就会增加公司的成本,不过PGNE的涨价要得到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批准。 对于2017年野火的受害者来说,PGNE的赔款可能会暂停,而2018年受害者的诉讼还没有结果,最终将由法官来裁决是否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来赔偿受害者。 最后,当公用事业发生财务问题时,不论用什么方式处理,几乎总是由纳税人来支付所有损失。 新台记者曹景哲综合报道。